不知过了多久,我迷迷糊糊的被热醒了,查看手机发现才凌晨一点,屋里依旧是很闷热,冯庆低着头在发呆,袁寿盯着手机,不知道在想什么,而一旁的徐昌和杨若则是睡着了,我看着他们谁都没有出声,从昨天熄灯开始,大家似乎都丧失了说话的能力,我打开手机,发现各个群里都炸了锅,尤其是我们的六人宿舍群,里面消息99家, 都是之前我们未发的和小李未发的消息,我在厕所一会就回去,我操,没灯了,怎么回事,是停电了吗,不会真的有事吧,我听见有人来了,听着脚步声音是不是还有女的,会不会查也不归宿啊,我可是在厕所上大号呢,哎,干,手机没信号了,接下来是一段段语音,什么东西,什么东西啊,我靠别过来,别过来,兄弟们你们谁能收到消息,谁能回复我一下,怎么找宿管啊,帮我叫宿管啊, 我得个娘亲啊,啊,什么东西,在头顶,不,不,别出,对不起,我错了,别过来,别过来,卧槽我也不敢,东西进了,水房,再往后是一堆乱七八糟符号和数字,还有一张图片,图片里很昏暗,里面有一团影子,大概是眼睛的地方闪着红光, 那两点红光死死的盯着镜头方向,我看着这京剧的一幕,忍不住颤抖了一下,直到半个小时后,小李又在群里发来消息,校领导要请我们吃饭,今天晚上不回宿舍了,你们要乖乖的我,冯庆打字问道,你干什么去了,之前发生了什么事,我没事啊,哪里有什么事情,小李回道,那你在宿舍门外喊什么,什么呀,我可没回过宿舍啊,我今晚都在帮老师查寝呢,这不领导为了补偿我们,喊我们去吃饭呢, 旁边的杨若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,这事情有古怪,我也觉得,好像小李他有点不像小李,这里面一定发生了一些我们不清楚的事情,先不要说了,已经准备凌晨两点了,看今晚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,我看了看大家的神情,都是一脸恐惧,我们睡意全无,没人敢发出任何声响,几个人就这样僵硬的挤在一起,一直熬到了第二天早晨,天光大亮。